这么多年的经验的总结就是 学生没有在这个学科上真正学到什么 所谓的批判性的思维 或者能让他们去应付个人的成长 人跟社会的关系 人跟国家跟地球的关系等等 反而就造成了一些很大的压力 因此这个新的课程就这样改了 我们把它改过来 日前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向各中学发出通函 公布就优化高中四个核心科目的课程和评估 向学校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问卷调查 其中 备受关注的通识科建议改革内容也随之出炉 2月4日 香港新通识科委会主席 岭南大学协理副校长刘志鹏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介绍 课程建议设三个主题 包括一国两制下的香港 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 以及互联相依的当代世界 刘志鹏指出 课程的目标之一是培养学生的国民素养和国家认同 他表示 国民教育在世界各国都有 并非香港首创 这次的改革将是推进香港教育理念进步的好机会 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要不要来洗脑啊 国民教育其实不应该是一个负面的一个说法 全世界的国家都有国民教育 他们的国民教育基本上都是从小开始 但在香港因为这种特殊的社会的环境 我们一般人没有好好地去批判性的思考 就觉得国民教育就是负面的 这个我们是有点无奈 整个社会陷入这种状态当中 但今天我觉得这个改革还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吧 除培养学生的香港情怀国家观念外 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 也是新同时刻课程的主要目标之一 刘志鹏表示 基于多年的教学经验 他发现香港学生对国际议题的关注不够 希望通过课程的改革改善这一情况 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跟本地生谈到国际的相关的议题的时候 其实他们没什么可以讲的 凡是内地也好国外的也好 他们都愿意跟你聊这个 他们认为什么国际上的一个问题 他怎么看 说起来还是头头是道的 其实这个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 很多年都是这样子 包括我们这个通识教育原来那个课程 本来是要重点之一 就是国际的那种视野 但效果上就没有达到了 据悉 目前香港通识教育科总课室为250小时 其中168小时分配给6个单元 82小时分配给独立专题探讨 取消独立专题研究板块后 教育局建议将该课目的总课时 缩减为130至150小时 考评方面 新课目在文庭市只设一份考卷 公开考试只设达标与不达标 刘志鹏表示 这一改革将大大释放课程中的师生压力 推动高中教育进步 我觉得新课程要是真的能推行就是9月了 应该是老师跟学生都非常欢迎这个设计 因为老师也不用承担那个学生公开试表现的一种压力 学生也不需要为了去考那个公开试 强迫自己把一些不明不白的内容记下来 写下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解放 也是一个高中教育的一个进步